好 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台风卡鲁的最新动向 据现在所在位置就在基隆市的外木山沙滩 从画面中您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现场的天气状况算是相对的稳定 虽然天气有点阴阴的 不过稍早其实都有出现大太阳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稍早其实还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的发生 不过都还算是太阳雨跟绵绵的细雨的一个状况 不过现在风势状况算是相对的有一点点越来越强的一个趋势了 但您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目前的海浪边算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静 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不停的拍打上岸边 而且目前呢其实这个长浪是已经有发生了 目前呢浪高有将近一层楼到两层楼高 因此呢其实海巡署的人员也立刻的赶抵现场 布下了红线同时呢也已经插下红旗 请民众千万不要靠近之外呢也已经加强巡逻 同时也请附近的所有的业者们赶紧去做好防台准备 而目前呢整个卡努台风的一个动向呢 其实呢它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会发布路径呢 气象专家彭启明其实就表示说 其实未来呢他认为在今天的下半天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布路上的台风警报 因为呢其实整个卡努现在暴风圈是有持续扩大的一个趋势 有可能暴风半径会大于280公里之外 那就是它的移动的速度也是越来越慢的 而且呢如果它的整个移动的路径 如果稍微往西的话呢 其实就有可能会接触到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北部的陆地 就有可能会发布路上的台风警报 要提醒所有的民众呢 其实从今天开始呢 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云气的影响 其实全台都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发生 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 同时也要期待语句 以上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将全面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